這樣可不可以 對嘛 每個人都加十分啊 對不對 全班的平均一定會跟著動嘛 眼術也加十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喔 先看一下 這麼有問題啦 我真的很怕你這個東西有問題 然後我再問你喔 如果每個人的分數都要乘1.5倍啊 那全班的平均會發生什麼事情 每個人的分數都給你乘1.5 全班的平均會怎麼樣 用數學來分析 來 你看我這邊 S1 這個同學 老師現在佛心來的說 欸 你的成績我幫你乘1.5 這樣可以吧 然後呢 2號這個同學 老師說 欸 你的成績我幫你乘1.5倍 水啦 然後呢 最後一個同學 N號同學 對不對 你的成績給你乘1.5倍 除非這個班上有同學考0分 不然的話 就是你知道的 乘1.5滿爽的對不對 考50分就變75分嘛 來 再除以N喔 來 你告訴我 誰可以提出來 1.5s1加1.5s2加...0.0加到1.5sn 我們可以把誰提出來 可以把1.5提出來啊 提出來之後它會變成什麼 後面這裡是s1加s2加...0.0加到誰 sN再除以什麼 N 你有看到我在做什麼事嗎 所以請問同學喔 每個人的分數乘1.5倍 這個叫伸縮 請問你 你的平均會跟著怎麼樣 乘1.5倍啊 對不對 這是你原來的平均嘛 對吧 啊你伸縮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平均 也變成原來的1.5倍 史希哥知道我在幹嘛 你啊 你不要偷玩手機喔 有有有有 欸 所以這邊講一件事情喔 平均數會不會受到平衡的影響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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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會 這樣可以嗎 也不要抓到頭髮 你想看 你不要抓到頭髮 喔 好 欸 這樣了解齁 好 了解的話 那就要進入另外一個東西喔 來 另外一個東西 寫在你的課本上 我們現在也不是要談平均數囉 平均數比較簡單 你猜我要談什麼東西 欸 寫另外一個key 寫在他的旁邊 寫在他的旁邊 我們現在要談什麼 我們不是要談平均數了 我們要談變異數 變異數有何變化 OK 來 我等你喔 我等你 這一個比較重要 因為變異數這個概念是高中才有 國中生你跟他講 欸 每個人加十分平均加十分 喔 對對對對 他也可以接受對不對 這個 OK 但變異數我們比較麻煩一點 來 一樣分兩種情況來討論喔 第一種情況是什麼 每個人加十分 欸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每個人加十分你覺得變異數會不會改變 不會喔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 欸 變異數的公式長什麼樣子 我們把變異數的公式寫一次好不好 來 變異數的公式長什麼樣 S1減掉什麼 減掉μ的什麼東西 再加0 點 加到 sn 減掉μ的平方 他最後再除以 n 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並異數的公式是不是這樣 好 欸 那你現在看我這邊喔 欸 說得看我這邊 1號同學加十分對不對 來 你看 1號同學加十分 跟著我寫喔 1號同學加10分 2號同學怎麼樣 也加10分 每個人都加10分 即便到最後一個同學 他也怎麼樣 加10分 然後請問同學 剛才我們一開始討論的時候 全班都加10分 平均數也會怎麼樣 也會加10分 所以請問你 這個μ也會要怎麼樣 也會加10分 對不對 這個μ是不是也會加10分 全班都加10分 然後平均數是不是跟著增加 是不是加10分 好 那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發生什麼事 你在s1加10 減掉的μ加10 這個10跟10會怎麼樣 相減會不見喔 你有看到嗎 然後這個10跟10 你看這裡相減是不是會不見 相減會不見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突然好像了解一件事情 請問你 每個人都加10分 他的離散程度會不會產生變化 當然不會啊 你看嘛 你看我手這樣 這個 這是平均數嘛 這個是nd的成績 這是q仔的成績 對不對 好 我們在算平均數的時候 是不是要算他跟平均數的距離 對不對 然後把他平方 每個人都加一加再除以2 我問你 兩個人都移動的時候 這個距離會變嗎 不會的 離差平方合 不會因為你的那個叫什麼 平均而改變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每個人都加10分 你的編異數怎麼樣 是不會改變的喔 來寫上去 寫上去喔 編異數不會變 平均不會影響編異數 好不好 我把結論寫上去 平均不會改變編異數 平均不會改變 寫在課本上 你的編異數 欸那我可以問一個很蠢的問題 那平均會不會改變標準差 當然不會啊 你編異數都沒變了 開根號標準差 當然也不會變啊 對不對 簡單來講就是 平均不會影響泥散的程度 這樣有聽懂嗎 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啊 這樣可以齁 really 真的懂嗎 好 我要再講一個東西喔 還沒講完喔 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 每個人加10分 編異數不會變 那如果每個人的分數都成1.5倍 你覺得編異數會不會變 會喔 欸為什麼變呢 啊會怎麼變 可不可以來告訴我呀 每個人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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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喔 成1.5倍 每個人的分數成1.5倍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來看我這邊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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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聞說 一個3倍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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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倍 不是說 哎呀 大家考得不好對不對 每個人都成1.5倍 所以1號同學他的成績要成幾倍 1.5倍 對不對 2號同學他的成績也要成幾倍 1.5倍 一直到班上的最後一個同學 他的成績也要成1.5倍 但是剛才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每個人的成績都成1.5倍 請問你 你的平均數也會變成原來的幾倍 也會是1.5倍喔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的平均數也會變1.5倍喔 來你的平均數是不是也是1.5倍 那從這裡你就突然間 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們這個1.5是不是可以把它提出來 可是提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平方 所以請問你提出來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它會變成1.5倍的什麼東西 的平方 再乘上 來這裡是n 分之s1-mu的平方 加點點點 加到sn-mu的平方 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樣講可以齁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變異數會不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會啊 這是你原本的變異數對不對 你把每個人的分數都成1.5倍 它這邊會變成1.5倍的平方喔 會變成2.25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邊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變異數會受伸縮的影響 把這個結論喔寫在旁邊 來變異數 會會受到伸縮 這樣說你聽到嗎 伸縮的影響 這樣可以嗎 那我問你它的影響是什麼 伸縮的倍數會怎麼樣 會平方 這樣可以齁 寫在旁邊好了 它的伸縮倍數會平方 它的影響的結果是把它伸縮倍數平方 有看到嗎 我這裡會慢一點讓你去感受一下 我們要講的一個超級宇宙無敵重要的東西 我會稍微停一下讓你去把這個東西思考清楚 來你先寫上去齁 我們這堂課已經快結束 但是我覺得這個結論真的超級重要 這很多學生到了高三啊 到了大學都還搞不清楚 這到底在幹嘛啊 我覺得這樣不行啊 這樣數學教育失敗啊 來你看我這邊喔 來同學我問你 伸縮跟平移 人家如果問你就用這個舉例 全班都加10分 這個叫平移 每個人分數都乘1.5倍 這個叫伸縮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那個feu 有沒有那個feu 對不對 要有那個feu齁 好那請問你喔 對於平均數來講 全班每個人都加10分 平均數怎麼樣 欸? 跟著加10分 完全合乎我們的生活經驗對不對 不可能每個人都加10分 結果最後全班平均變低 不可能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不可能的事情啊 好那我問你喔 每個人的分數都乘1.5倍 這個1.5 1.5 1.5 可以把它提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乘1.5倍之後 是原來成績的什麼 1.5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喔 平均數 它會不會受到平移的影響 會 對不對 新的平均跟舊的平均之間 對不對 它那個影響你應該看得出來 那會不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也會 那如果是變異數的話 你仔細看喔 變異數 是要探討資料的離散程度 離散程度 請問你 你平移 會不會去影響你的變異數 不會 因為你平移對不對 大家一起動 你跟平均數之間的那個差距是不會變的 離差平方合絕對不會改變對不對 你看嘛 1號加10分 2號也加10分 最後一個同學也加10分 可是你平均是不是跟著也加10分 對不對 對啊 啊10分減10分 這個10的效果就被抵消掉了 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公式是不是跟你原來長得一模一樣 不變啊 對不對 所以加10分這個動作 會不會影響離散的程度 不會 不會 這樣好嗎 好 那伸縮會不會 伸縮會喔 你看喔 每個人成績都乘1.5倍 平均是不是跟著乘1.5倍 1.5感覺可以提出來 可是你不要忘記這裡有個平方 所以提出來之後 這邊會變成1.5倍的平方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當你把每個人的成績都成1.5倍的時候 你的變異數會變成原來的幾倍 1.5倍的平方 就是2.25倍 這樣聽懂嗎 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變異數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這樣懂嗎 啊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你把那個伸縮倍數把它怎麼樣 把它平方 如果高音你這樣聽得懂 我覺得 我的教學很成功 你知道嗎 我避開課本那個證明喔 你有看到課本147頁跟146頁 它讓你講了一些證明有沒有 那個證明有些同學會看不懂 但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我這樣解釋 應該可以讓你接受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對不對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覺得這樣可以 謝謝